那我現在就擠一個公案 實力供養 淨除貧窮 栽治法院株林 實力出貧 在《文昌帝經英字文廣義節錄》裡面 有這一段故事 他說在水草中南山 有一位叫普安法師 他是一位得到的聖聖 他到人口酌命的地方洪華 大家就爭著要社災供養 有一天他就來到大萬村 剛剛有一位田医生的這位人家 家裡很窮 家土四壁 那他生四個女兒 那麼大女兒叫華妍 二十歲 這個華妍這位女眾非常有善心 他想找東西來供養 這位普安法師找不到東西 全部找遍了 只有找到兩尺的初步 他想到自己這麼貧窮 赤品如洗 無法作福 仰天長炭 看了這個屋頂 剛好偶然之下看到屋樑上的空隙 還有一團亂河 就是稻米那個 我們割到下來 連那個河全部都留在那個地方 大概是要做種子 他起下來一看找到十粒黃米 摩契米康 連同初步準備布施給這位普安法師 但是他低頭看到自己衣不避體 不能夠出門 那就利用黑衣 普普前往寺廟 把布搖至身黃 再把十粒米親手放到飯桶內 然後他在那邊默默祈禱 他說 我因為前世奸灘 今世就受苦暴 今在佛前哀求懺悔 以此微薄的禮物供養眾生 如果我的貧窮易暴 從今已盡 驗飯桶中所蒸的飯都變成金黃色 然後就擦乾眼淚 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 人們看見那個飯鍋中所蒸的五蛋米飯 顏色都成了金黃色 就覺得很訝異 然後不久就了解茶汁 知道是這位華人女士供養的 大家非常的感叹 以示地方上一些好心人士就用財物接激他們 後來這位女子就出家寫道 你看 他真誠供養 他就得到這個福報 所以如果你布施的時候能夠以歡喜心送禮 恭敬心送禮 清敬心送禮 不忘回報的心送禮 那麼所送禮人的人正巧是菩薩或是聖僧 那就好像在良田播種 下種雖少 收获非常的多 就這個道理 雖然只有兩尺不十厘米 但就田氏女來說 已經是竭盡最大的努力來布施了 那麼前世的夜報怎麼可能不會消除呢 我們要學習這個華人女士的布施 你只要蒸發心 就像老法師剛開始學獎金 他老師 李炳老師說你要學布施 他說我沒有錢怎麼布施 他說一塊錢也沒有 他說一塊錢有 他說你從一塊錢開始 買個東西跟大家接言 所以老法師就買了一些糖果跟大家接言 一樣道理 你看老法師今天福報這麼大 也是從剛開始的一念好藥之心而生